38, 这个都是搜寻 名字叫search, 和正下的find有些少少分别 这个就不分大世界 而且可以有些问号或者星 做一个白答的wildcard character 比如这个 我们想找个e, 在哪里找呢? 就是在statement这个字里找 6, 即是由6开始找起 即是首五个不看, 第六个才开始找 所以结果在第七个位置找到e 而第二个呢, 大街e 因为它是不分大世界 所以结果找出来都是7 一样的 第三个呢, 用一个搜寻格 a1就是margin, a2就是这些字 找到的位置, 就刚刚在这个位置找到 margin, 所以是8 第四个呢, 有一个wildcard wildcard这个星, 即是任何数目的字 比如ch, 什么n 所以ch, 什么n 这个呢, 是 match到的 所以结果就给一个1里 所以这个, 星星是白答 39,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取代replace 将旧有的字, 就用新的字去代替它 哪里开始呢, 就是这个数字 由第八个开始 那代替多少个呢, 就取代六个字 所以呢, 第一堆字是旧的字 由第八个开始, 即是由m字开始 就取代六个, 所以六个呢, 就飞走了不要 那第二个呢, 就用amount去取代 所以结果呢, 就变成这个字 后面不同了 那第二个呢, Replace a2 A2是装着这个 profit margin 那由第八个开始, 即是由m字开始 就replace它四个, 所以marg就没有了 用什么代替呢, 用ga代替 所以变成plot gain 而最后这个比较复杂的example 你可以慢慢看回 好, 40是truth truth呢, 就是选一些数 那譬如我想选第三个 那哪个范围呢 有a3, a4, a5, a6 那所以第三个呢, 这个1, 2, 3 那所以就拿了个a5 41有个truth table, 有个逻辑表 那有an, 有a, 有not 那所以结果呢 就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那如果an的话呢, 两个都先是true 它才会是true的 那如果a的话呢, 其中一个true 它都会是true的了 42 那用些an呢, 如果一小过十是true 2小过十都是true 2个都是true 那所以结果呢, 用个an就是true了 第二个 1大过十 是错了的 那所以呢, 1个错呢 那令到结果都是false的了 第四个, or 1大过十 那这个错了 那但是呢 第二个呢 abc等于abc 它不分大世界的 那这个是true的 那所以这个false 第二个true 有一个true的话 都是true的了 那这个not字呢 就相反的 1等于1是true 那但是nottrue呢 就变成false 那而下面这个呢 又小于又大于 这个是不等于的意思 那而最后这个呢 有an有a 那这个看法就是呢 5等于5 同时 后面都是true的话 它才是true的 那而后面一个呢 有一个or的 1小过十 或者2小过十 那所以纯体里面的话 1小过十是true 2小过十都是true 那用or的话呢 那后面这个已经true了了 那true再加前面这个 5等于5 2个都true 那所以结果呢 就是true来的了 43 那我们试试做一个润年的测试 那1980年这个 究竟是不是润年呢 那我们的测试的方法呢 有三个 那第一个呢 就将它除400 看一个余数是不是0 那第二个将它除4 第三个是除100 看一个余数是不是不等于0 那于是呢 做了三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回它 那这个可以简单一些 就是or 那就是b1 如果能够给400整除的话呢 一定是润年 或者 b2 和b3 两个都要true的 就是能够给4整除 但不能够给100整除 事但中一个呢 都是true的了 那所以呢 后面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等于呢 那这句or 和这句一样了 那就是润年呢 如果润年的话呢 就29天 否则呢 就28天 那当然呢 我们可以把它全部合併了 一起 一个公式写完 那是比较复杂些些的